哎呀老街坊老邻居们你们好啊 哎有的人认识我有的人可能不认识 我就是那个刚的他老旧啊 今天又到这来疯了 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大家好 哎呀老伴呀 你跟谁打招呼啊 街坊邻居们呢赶紧问声好啊 哎呀妈呀大梅呀 哎呀呀你们好哈 哇瑶孟太亲切了 是是是 太走吧 大哥大嫂等着我们哪 哦哦 对对对 一会再聊了再聊 哎呀哎老袢儿 快点快点 谁知道 大家才还女的才大方口去了呢 谁知道 哎呦我觉得老旧啊 你说这学跳舞吧 我应该主动唱你一下 你说你这还登门授课来了 多不好意思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看我们俩们 推门不就进来了吗 金珠上门教你们舞蹈 我负责给你们调试银药 你们先聊着 我找一找着曲子 看见没 他老舅不愧是个老师 曲不离手 啥是曲不离手啊 现在是不敢离手啊 为啥呢 跟你们说上个月 他跟秧歌队 抢广场舞的地盘 比谁跳得好 地盘归谁 结果地方扮成二老奎 跟他动武 他大声一想 呦二老奎小样 我还不放大资 我赢不了你啊 说来也神奇了 当时不知道 他哪来的那么大劲 一通翻跟头啊 噔噔噔噔噔噔 看 脑子摔地上了 哎呀 摔啥样啊 没啥大事 那行 就是摔失忆了 好 if do you 说啥呢 什么失忆了 什么失忆了 我哪失忆了 你看看我不挺好的 别听他瞎白胡 你也这么挺好的吗 挺好的 他现在都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你看见没 现在只要他听这首音乐 他就跟正常人一样 只要把这首音乐一听 他就谁也不认识了 另外跟你们说 你看见没 我身上记着红绸子 也是他记忆的开关 我要不记着红绸子 他就不认识我 连女都不认识 现在谁要记上这红绸子 他就认为谁是他媳妇呢 那我要记上呢 你就别想着没事了 男女